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办这个研讨会 那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共同对未来高雄的发展 有一些期待 那我们认为说 台湾现在面临很大很大 在全球竞争的压力 那我们高雄认为 今天高雄港 有整个高雄国际商港 高雄机场 那我们高雄感受到 整个经济要要升 我们高雄一定要不断的变化改变 这样我们要面临非常审慎 来面临这些挑战 那过去高雄是一个重工业 对台湾的经济贡献很多 但是随着整个自由经济 跟全球化的发展 我们必须高雄要走出 自己的新的路线 那近年来我们不断 提升高雄的城市竞争力 我们也一直在改善 我们高雄是一个 一居的城市 投资的环境 还有我们今年得到 整个国内外城市竞争力评比 有比较让高雄市民 大家都很高兴 优异的成绩 那全球绿色的奥斯卡 国际移基城市 最近高雄得到一个金牌 一个银牌 商店铜牌 我想这个图示 高雄城市的转型 也是受到国际间的肯定 那除了要改善 我们的生活环境 带动整个城市转型 最主要的动力 还是产业的发展 所以我们最近 高雄市政府不断在改善 我们盘整所有产业的腹地 我们不断地在改善 高雄投资的环境 我们希望能够引入 文化创意产业 影音产业 力能产业 我们希望以高雄港湾再造 我们提出亚洲新湾区 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们目的都希望能够 在高雄未来 引进新兴的产业 让自由经济示范区 成为高雄城市转型 产业要升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好机会 那从2011年年底 中央政府抛出自由经济示范区 规划的这些构想 并且宣布 规划高雄作为台湾所谓 所可以说第一个自由经济的示范区 我想我们中央行政院陈院长 这个部分都公开的表达 那我个人也在我们高雄市议会 还有我们在中央行政院的宴会 我们也是公开的表达高雄市的期待 期待自由经济示范区 能够引进新兴的产业 推动产业的转型 那创造更多市民就业的机会 我们希望整个南台湾区域的发展 这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希望这个部分 中央对未来自由经济示范区 能够让高雄市政府能够参与 整体的规划跟讨论 那我们也知道整个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规划 非常的困难 也有它的复杂性 但是未来怎么样子放宽 还有开放更自由的产业 我认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也不能因为执行困难 或者停滞不前 这样让自由经济示范区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整个中央很具体规划的内容 但是我们高雄拥有 整个双岗的优势 我们有风货的产业的背景 还有我们有广大 还没有开花的国公有土地等等 这些立基基础 所以我们地方中央 我非常期待 携手合作 让自由经济示范区 成为南方欢转很重要的机会 高雄市民 南台湾跟我们都充分的期待 那我们亚洲新湾区 中央跟地方整体投资将近300亿 那高雄有条件 可以作为金融服务业试点的地区 所以我们认为 受管制的金融服务业 进行法规的松拔 包括管制的放宽 才能够真正创造 新兴高值的产业 带领我们城市攀转 产业来耀生 所以我们非常期盼中央 将受管制的金融服务业 开放作为经济示范区中 非常重要的重点产业 今天由我们非常关心的 三位立法委员 未来多次要在立法院 为高雄发声 为高雄激励争取 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探讨亚洲 整个新加坡跟香港金融市场 发展的经验跟现况 然后来谈到我们高雄 发展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 还有它的可行性 希望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规划 能够更加完整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都有那么重要相关的专家意见 大家都非常期待 今天都来参与我们这样的研讨会 我们高雄市政府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我们认为高雄过去 在台湾重工业的发展 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们认为未来自由经济示范区 不再只是低廉劳动力 外劳的开放 这样不是我们的期待 我们希望未来真的发展金融服务等等 这才是我们市民认为高雄 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这么多专家 还有业界 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樱桃位 给我们高雄市政府 更多的支持跟鼓励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谢谢 多勞 多谢 谢谢 多谢 请这个平台发行的一回 还有造评的造语 而且还有造评的 因为他们也有什么都可以 在这里去看 谢谢大家 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今天的演讲人 与台人 能跟所有的来宾去做我们的研讨会顺利成功